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交所发展前景引发憧憬 但是也留下了诸多疑问 证监惠表示 北交所将会在护身交易所错位发展 三者如何区别分工 相互配合呢 专注于服务新三板精选层公司的北交所 对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意义又是什么 身处国际金融中心的港交所 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四 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北交所的筹备工作活速进行 在周日发布了三份意见稿 向市场进行咨询 另外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昨日印发了 恒勤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化案 建设恒勤粤澳深度合作区 澳门和恒勤建立共商 共建共管共享的新机制 协助推动澳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 今晚凤凰全球连线 在纽约直播室 凤凰卫视著美国记者庞哲 深圳现场北京大学 汇丰商学院教授人寿根 在深圳现场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 连线解读 改革进入北交所 欲要合作恒勤岛 周延的最终报道 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深化新三版改革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二号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 发表视频致辞 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国将提高开放水平 在全国推进实施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同时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 支持北京等地开展 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 对接先行先市 打造数字贸易市本区 当下北交所正以雷霆之速搭台组件 公开信息显示 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已完成工商注册 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5号北交所就上市规则 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 公开征求意见 而北交所的制度框架 涵盖众多亮点 其中就包括 优化公司治理 独立运行 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上市次日起 涨跌幅限制为30% 新增上市公司为 新三板挂牌12个月的 创新层公司 竞选层挂牌公司 全部转为北交所上市公司 买卖申报的最低数量为100股 时隔30年 中国内地资本市场 又孕育出了一个 全国性政权交易所 形成经护身三组典类知识 上交所的科创板 聚焦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 上交所的创业板 聚焦成长性创新创业企业 北交所定位新三板升级板 主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 分析人士指出 北交所的成立将进一步 完善多层级融资渠道 虽然中国证监会早前表示 北交所将与护身交易所 错位发展 但三者具体如何区别和分工 也有待观察 有声音认为 北交所与护身交易所 市场人士认为 上交所重点服务长三角 深交所重点服务大湾区 而北交所重点服务经经济 乃至整个北方 无论是新三板 还是如火如荼的科创板 设立之初都被认为是 中国版的纳斯达克 北交所设立之前 中国内地与香港 共有三个政权交易所 合计的上市公司数目超过6000家 市值超过了150万亿港元 彭博社引述香港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北交所的诞生 对于香港的IPO市场影响有限 港交所上市主管表示 目前香港市场的基因 已经彻底改变 从以前的传统行业为主 转变为新型经济 生物科技行业为主 有资深等独特定位 另据路透社早前报道 北交所或肩负西纳外资的任务 指中国计划设立一个新交易所 吸引香港美国的海外企业上市 以加强在岸证券市场的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也面临着在中美关系中 退市的风险 引擎经济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具有哪些重大意义 走向纵深 中国金融开放 向全球传递哪些积极信号 优势互补 内地市场三足鼎立 会否动摇港交所角色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 差异竞争的一个格局 那么各处所需 那么这也是多层次市场的 一个综合设计的考虑 中国的交易所是太多了 还是太少了 在中美关系秋风瑟瑟的今天 海外又是如何看待北交所呢 在纽约的现场 我们先连线一下庞哲 庞哲 你所身处的华尔街 对于北交所的建立 是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 真的 这个消息可以说 对美国的投资人来说 首先是一个相当意外 随后又可以说 是相当正面的一个支持 因为从当天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都呈现上升这个趋势 就是相信投资人认为 这个后续的发展的结果呢 应该是非常正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就是说 肯定中国政府还在致力于 是帮助这些公司 进入金融系统运作 不论这个金融系统是在美国 还是在中国 这是肯定的 就是金融系统来帮助中国融资 成为中国今后呢 从一方面是发展金融市场 另一方面是发展一些中小公司 融资渠道 一个相当肯定的正面的第一步 那就是说中国政府原来的 一些监管政策 对美国投资人有点害怕 认为是不是政策改革 要限制这种融资方式 现在就肯定证明了 没有限制这个方式 而且是在发展过程当中 那所以就认为 是不是中国北京证券交易所 是不是可以允许 外国公司也来上市呢 当然这是投资人 自己私下里议论的 还要看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后运作状况 当然首先呢是肯定 这样会减轻政府呢 从银行贷款的这样一个负担 因为很多公司到银行去贷款 首先是小型企业 新型的创新企业 可能还不容易贷得到 另外呢是银行的账务也太多 而且呢公司风险也比较大 然后万言成了坏账 又成了国家的负担 所以说这个金融市场建立呢 第一可以呢 是这些融资贷款 有困难的小公司 又有一个新的场所融资 另外呢也可以是引导一些民众 在银行储蓄的这些资金 也能够投入到市场当中 只要增加资金来源 加深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相当好的一个现象 但是也有这些人认为 是不是对其他证交所会造成竞争 美国人当然最关注的 还是美国的证交所 那么现在有很多公司呢 特别是一些小公司 原来来美国证交所挂牌 就因为在国内挂牌太难了 要排长龙啊 而且还有各种监管 可能也是要非常审核严格 不见得能够合格 但是美国相对来说 好像比较宽松一些 所以给他们创造了很多 融资的这个机会 那这样一来呢 可能这个机会对美国投资来说 就越来越少了 那就是说这些投资人呢 要特别关注 北京证交所的发展这个前景 所以基本上来说 除非他们认为 对中国的其他的交易所 可能会造成竞争 比如说深圳啊 上海啊 如果说允许外国公司 来北京上市的话 可能还对香港也有一定的竞争 当然这些都在观察当中 认为呢 还要看看交易情况之后 这个资金流向 公司的质量 以及这个整个市场的细分 这对我在观察 不过还是很乐观的 好 庞哲呢 刚才说到了海外的投资人 对于北交所的建立呢 既认为是一个机遇 但是也感受到了挑战 那国内的市场是怎么看的 来 我们连线一下 深圳现场的任寿跟教授 任教授你好 你好 您怎么看待北交所 还有它设立的时机 还有它设立的目的呢 我们现在中国经济 已经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过程中 我们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在这个格局的形成过程中 就需要中小企业的 在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主体 是中小企业 只有中小企业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 才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动力 那么中小企业 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 具有高新技术的 具有创新型的中小企业 他们融资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障碍 那么通过这次设立 北京证券交易所 可以为更多的中小企业 特别是具有创新型的中小企业 融资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那么我们整个国家 已经有主体竞争 下来主流竞争转变 我们已经提出 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只有通过不断地优化融资结构 通过这样一个股权融资 等等这样一个方式 能够促进中国中小企业发展 那么从中国整个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现在也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那我们再建一个北京证券交易所 能够形成一个三角互动的局面 我们知道日本也有三个证券交易所 一个是东京证券交易所 一个是大阪证券交易所 一个是民谷证券交易所 那么他们的工人也是 分工互相促进的 那么中国我们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于主要是辐射 整个长三角 那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要是辐射整个长江三角州 北京证券交易所建立的 对于整个辐射 整个环渤海地区就有重要的 所以这边的中小企业 具有特别金额 好 任人 好 谢谢 任寿跟教授 我刚刚说到了一非常重要的一点 北交所的建立是优化 中国的资本市场的 投资结构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萧耿教授 如果我们再具体一点 因为已经明确地指出 在北交所的未来的定位 是服务于新三版 它是看作新三版的升级 它服务的是新三版的 这个精选层公司 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 比较细致的定位 另外 北交所选址在北京 您觉得是有什么样的讲究 一般来讲 这个交易所 被看作是非常市场化的一个平台 所以在中国 南方 深圳和上海 都已经是相当市场化的 但是北方的市场经济还是不够 所以从中央的定位 就是在北京建立一个交易所 这个对鼓励北方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而中小企业确实是融之难 那么过去这些国内的一些大企业 或者在海外上市 或者在上海和深圳上市 很多中小企业 而且中国是个大国 所以北交所实际上是适应了这个趋势 如果我们看美国的历史 当时纳斯达克人就是给中小企业的 那么中小企业上市 非常重要的是要亦进亦出 就是说中小企业它本来就风险很高 但是其中也有高回报也很好的企业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就是注册制里面的就是很容易进去 但是也很容易需要 很容易就出来 那么新三板其实已经具备了 这么一个基础的条件 就是说它里面很多企业 原来就是出去的 或者说是还不够上主板 那么现在他们当中 如果能够加大它的这个路口 让更多的这个中小的这个创新企业 能够进去 然后不行的又很快退出来 这个对中国这个资本市场的 这个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是就是说 我觉得是学习这个美国 还有香港的这些交易所 它更容易上市 我觉得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全国 这个一盘棋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 对 肖广教授刚才谈到了 北交所设立事实上 也在学习海外的经验 而且还特别举出了纳斯达克的例子 纽约现场庞哲 那就你的了解 我们知道美国的各类交易所 非常的完善 整个的这个交易所的系统 也是相当的这个细化和优化 所以您觉得美国的经验 对于北交所未来的发展 会有什么样的借鉴的意义 好的 人认 实际上美国的这个证交所 特别是纳斯达克证交所 刚才都两位老师也提到过 是在这个不断的完善发展当中 有很大的一部分成分 就是说他们的对中国公司 中国创新公司版来这个纳斯达克上市 造成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因为有很多美国投资人 非常想参加中国的这个投资市场 但是好像还是投在美国上市 中国公司觉得还是比较保险 所以投资人响应是非常热烈 但是后来也中间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就是有些中国公司 比如说账务上面的问题 或者有些跟美国证监会 在监管方面的有一些 监管方面的冲突的问题 使美国投资人也一度产生了一些的疑问 所以从此呢 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监管建立投资人信心 以及保护公司的利益 这三点在美国这个证交系统当中 还是看得蛮重的 因为有些可以说刚才说 国内现在是证交平台越来越多 那么最利多的还是券商 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更多的这个公司上市 可以争一笔IPO的这个上市费用 另外呢也可以帮助投资人呢 建立各种资金呢 去投资选择不同投资工具 又多了一个交易场所 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券商的利益非常这个 当然重要了 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其中一个环节 但是呢也不妨会有些券商作假啊 或者是对公司的利益也不顾 最后呢是对投资人利益也不顾 那么导致内部交易啊 或者是穿动一些公司 时机还不成熟啊 就赶快上市 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希望 能够得到一些收入啊等等 结果也导致了很多 不光是中国公司 在美国公司上当受骗 而且美国公司也有这样 投资人上当受骗 这种现象都有 那么如果说证监会要马上严厉 管制这些情况出现的话 就会要很重要的是建立投资人信心 保护投资人保护上市公司 这是在美国的这个证交系统当中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好 谢谢康哲 萧耿教授 您觉得北交所的设立啊 对于港交所未来的发展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港交所呢 因为它是离岸的交易所 那么中国呢 这个企业啊 对离岸的这个资产啊 离岸的上市呢 这个需求非常旺盛 而且海外呢 在美国在其他地方上市的企业 也回流啊 他们也选择在香港 所以目前来看呢 它是不会有压力的 但是未来呢 中国的几个资本市场呢 应该是会更国际化的 所以从长远来看呢 这个美国的交易所之间 竞争就非常激烈 那么我想未来呢 这个交易所呢 也是需要竞争的 那么香港呢 现在只有一家交易所呢 这个实际上呢 是对我们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啊 是需要这个 有更多的竞争的 任宙根教授 我们换一个角度 来看待北交所成立的意义 我们一直在说 它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包括对于这个海外的影响 但如果我们深入到 每一个中小企业 也特别是高科技的 具有潜力的中小企业 他们如何来去抓住 北交所所设立的 这样一个契机 能够继续地深入发展 我们看啊 从刚刚我们庞泽 已经介绍了 像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一些情况 以及刚刚萧肯教授也提到了 我们港交所的一些情况 我们从海外的证券交易所的情况来看 很多的中小企业 实际上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时候 其实他们开始并不是有很高的 盈利水平 有的是可能是连续亏损 那我们知道按照我们传统的 我们上交所以及深交所 很多的中小企业 它是不符条件在这两个交易所上市的 那么我们可以学习 美国香港的经验 那么通过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把他们海外的一些经验吸收过来 那我们很多目前啊 目前盈利水平很低 甚至可能存在联系亏损 但是创新能力 盈利能力 前景广阔的中小企业 特别是那些具有原创能力的 高科技企业的 进入这样一个交易所进行IPO 进行上市 这样对促进他们整个的一个发展 是有帮助的 我们目前来看 我们现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现在目前主要是直接对接 原来传统的新三板的66家 目前是66家的精选层的企业 那么总共原来新三板 是大概期间500多家 它分为三层 一个是基础层 基础层大概现在接近6000多家 创新层的大概是1500多家 那么精选层就66家 目前可以进入到 北京证券交易交易的是这66家 但是从未来来看 创新层的这1500多家 将来他们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标准之后 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精选层 进入到北京这间交易所这样一个层面 去进行交易 那这样会鼓励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 特别是具有技术的中小企业 那些创新企业 给他们来鼓励他们进行不断创新 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水平 我们还要特别要注意到 注意到刚刚肖根教授提到 我们现在上赛这间交易所 深圳交易所主要是在南方 那么在北京的这个交易所建立之后 最整个的其实不光是环渤海 只要对整个的东北西北 整个的长江以北的企业 特别中小企业的农资 能够起到一个负责的作用 按照一般的规律 就是企业喜欢就近的 证券交易所的经济IPO 那么我们讲的南方的企业 特别广东企业 学到深交所 上海那边江泽那边企业 学到上交所 那这样的话在北京一块 那么东北北方的那些企业 它就会特别中小企业 将来会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这样有利整个国家一盘旗的发展 好 谢谢 好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稍后来谈谈越高大湾区的 恒情和前海接连发生大事 广告之后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周一发布了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前海阔区尘埃落定 我们通过一个片子了解一下 给大家看 如果我们看电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周一发布的潜海方案的亮点非常多 但是呢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 就是潜海阔去 尘埃落定 深圳现场任寿根教授 您认为潜海为什么要阔去 阔去之后的潜海具有哪些更多的 更大的吸引力 人人你好 我们潜海原来化的区域 大概是115平方公里都不到 这次呢大概扩大了8倍多 那就到得了120几平方公里 那么这样一个区域的扩大 对整个潜海呀 现在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这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一个区域 一个特别特殊区域的一个发展 与它的空间规模是正相关的 空间规模越大 它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也就越大 所以这次大面积的扩容啊 对整个潜海未来的发展的空间啊 具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处境中心 这是第一个方面啊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知道 经过多年的发展潜海的目前呢 已经是大量的港资企业 在那里注册登记了 现在目前注册登记大概有1万多家 那么显然呢未来呢 有更多的港资企业 包括其他国家和技术企业呢 将会到潜海注册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那么这个完整的产业链 在现有的这样不到15平方公里的 一个地方呢 显然是很难装得下的 所以这样一次扩容之后呢 能够吸引更多的产业过来 那么让现代服务业形成一个 大规模的产业集群 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呢 就有助于啊 能够在这样更广阔的 1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 进行扩容扩展 第三个呢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的辐射能力会更大 那么由于原来是 115平方公里不到 它的辐射范围呢 是有限的 它的辐射半径呢 相对来讲 因为它的本身的范围比较小 辐射的半径也就是相对比较小 那么这次扩大了8倍 除了潜海的方案出台之外呢 上个星期天 澳门的这个 澳门和越澳之间的 恒勤合作方案呢 也在上个周日出台了 肖根教授 其实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 新机制越澳合作 您怎么看待这个新机制的影响 这个恒勤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呢 就是它实际上呢 是引进了两套的这个直度体系 一套就是恒勤 实际上是变成离岸了 另外呢 它又跟内地呢 没有封关 这样的话呢 就需要有一个 就是顶层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说这个 能够协调的两套体系 怎么在恒勤呢 能够衔接 那么这个呢 对于未来大湾区的这个 港澳和广东地区的发展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 好 非常感谢肖耿教授 谢谢任寿根教授 也谢谢房哲 凤凰圈局联系 明天见 不一样的力量 一样的理想 不一样的力量 至少都会把这些消灭的探认 这终点掉下来的 力量 S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